绿营现在的表态只是所谓的死鸭子嘴硬而已 更加凸显了他们的无理和无力 所谓的无理指的是 刚才你也提到了 夏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两岸渔民共同的这样一个渔场 更何况不论是金梅还是包括台湾岛 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那在中国的领土内部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台当局所宣称的 禁限制水域等等等等这些说辞 虽然台当局有此前公告或者公布相关的这样一个限段 但是外界从来没有给予承认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我们中国海警然后到相关的海域 夏金海域进行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 实际上就凸显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台当局现在这种所谓的跳梁销售板的这种说辞 仅仅是为了这个嘴硬而已 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 不论是国际法上还是事实上这样一个认定 另一个层面凸显了他们的无力感 所谓的无力 只是台湾当局不论是它的海巡部门 还是其他的相关的部门 都不可能对夏金海域实行所谓的有效的这样一个 巡查或者说一个所谓的执法的一个活动 因为两岸海上力量的对比实在是差异太大 我们知道目前海警船它的总吨位已经达到了20万吨以上 我们最大的这样一个海警船已经在1万吨以上 那绝大多数的海警船也都是数千吨体量的 那相对于台湾岛内的所谓的海巡的舰船而言 它们最大的也不过是才4000吨的新竹舰 那其余的多数都是数百吨的这样一个小的船 因此从这样一个具体的来维护夏金海域的 这样一个渔业的作业秩序 以及渔民正常的权力层面 台湾方面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所谓的实力可言的 因此现在台当局这种所谓的跳梁小丑办的这样一个表演 更加凸显他们的无理和无力 我们下期见